胡錫欣這個話是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段話 他是作為一個已經退休了的人 但是依舊是黨的喉舌的釋放某種信號的一個人 在境內境外都在釋放 繼續發揮他的所謂的娛樂 那麼他這一段話實際上在敲打別人 你們注意了 這回這事你們要見好就收 現在收了 咱還好說 如果你們要是誰敢動 最後就鬧騰下來之後 每一個人有好果子吃 這實際上是一種喉舌的赤裸裸的一種威脅 中國式的赤裸裸 有時候就是用這種暗藏的方式 那麼胡錫欣到底說明白了一個什麼事呢 實際上他什麼也沒說明白 他讀懂這個政法委會議的要文了嗎 實際上他也沒有完全讀懂 因為為什麼沒有讀懂呢 在中共的所有的官宣的文件當中 沒有一個人有能力讀懂 事實上什麼也沒說 事實上就兩個字 嚴打 而且呢 這是近期來自於中央的 大家注意這個措辭裡邊有一個一開始有一個詞 近期來自中央的最高的這個指示 那麼這一句話呢 實際上呢 是陳文青召開這個會議的前綴 這是根據中央的指示 就像中國現在的很多文件是也非常有趣 比如說動不動給你來個主要領導講要幹什麼 就像上海分控這個城市期間 當然大家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市政府 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決定 但是分控結束之後上海市委市政府說我們從來沒有分過城 這是劇委會民眾自發的分城措施 是一樣的 所以中國的這個文件不要去讀它 你只要知道一個他們的一個慣性就可以 而這個胡錫進呢 就是引用這種含糊不清的東西在嚇唬別人 那麼這種嚇唬這個危險存在不存在呢 危險也事實的確確是存在的 而且這個危險呢並不會清 但是他就喜歡用這種模糊的東西 讓你所有的人半摸得著又半摸不著 用玩這種文字遊戲而已